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Terry 今天我们来到邓肯这个B站up主的老家辽宁 来到辅顺市 给大家讲20年来辅顺流传甚广 甚至文化输出的两个离奇恐怖的传说 王小华和白雪亭 当然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 王小华这个名字在一些辅顺市民的耳朵里 是如雷贯耳 因为从许多年前开始,辅顺市民就会在街头各种位置 看到有人用记号笔写着 王小华死了 如大家所见,出现的地点包括不限于公交站牌 路边广告,电线杆子,垃圾桶,变电箱,厕所门板,公园座椅,玻璃窗 公交车,共享单车等等 如果只是偶尔在路边看到没素质的人乱写乱话的东西 那倒不足为奇 可渐渐的辅顺市民发现 在全市各大地方居然都能看到王小华死 有的地方还写着 王小华尿毒症死,王小华吸毒死 王小华布拉人屎,王小华猝死等等 好嘛,连死音都有 我们打开辅顺贴吧,可以看到 过往的许多年,有无数网友表示自己在辅顺许多地方都看到了王小华 时间长了,甚至还搞起了文化输出 在沈阳,包括沈阳故宫墙上 许多网友都目击过 王小华死了五个字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这王小华是谁? 他死了吗? 他死了,为什么有人要把他写在墙上? 写在墙上,为什么要铺天盖地,像个幽灵一样神出鬼没的似乎想让所有辅顺人,乃至所有辽宁人都知道 这个答案至今无解 目前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一个叫李宝国的六旬老人 他的妻子王小华在1998年失踪了 他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慢慢的他精神失常了 一到晚上就跑出去写字 一写就是几十年等等等 这个说法非常悲情 但是这只是一个没有来源的网上的传说而已 有好几个版本大致相同 都是说谁妻子死了或者是失踪了 于是他精神崩溃了上街乱写什么的 就目前来看 无论从数量范围还是笔记 这么多的王小华死了五个字 那不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我想很有可能最早是有谁手欠和一个叫王小华的人有仇 于是在大街上乱写乱话写王小华死了 时间长了看见这个字的人多了 发生了 人传人现象 许多无聊的精神小伙觉得好玩 就不明就里模仿 到处写到处写 在大街小巷上写王小华死了 有可能参与这一抽象行为的人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五个字 直到后来影响力越来越大 王小华就成了腐顺的一个著名亚文化 甚至都市传说 以至于文化输出都到了水扬 就好像最近火到国外的我姓石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 我都只是一样 鬼都不知道他怎么火出圈的 这种乱写乱话最终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我是有经验的 我一个好哥们 他在小学同班同学 他跟我讲有个人叫赵铁 大家就平时喜欢逗他调侃他 以至于一到大课间 大家就拿着粉笔在学校的角落里写 赵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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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几个月 后来写着写着 有人把赵铁写成了走失 加在一起就是 赵铁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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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开始他们班所有人都写 赵铁走失 赵铁走失 以至于时间长了 赵铁失踪成为了他们学校当年一个 人尽皆知的校园都市传说 甚至隔壁班有人看见赵铁都问 哎呀 你回来了 你怎么丢了 然而人赵铁一直上课活得好好的 我觉得赵铁同学这个故事 就和俯顺王小华一样 写字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却无意中为一个都市传说的形成 添砖家王 那么如果评论区有俯顺的朋友 请说说你和你的家人 曾经在什么地方目睹过 王小华死了 四个字 那么接下来咱们讲 第二个俯顺都市传说 也是从一个人名开始 白雪亭 刚才说到校园里的传说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或多或少 儿时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 说自己的学校是建在坟地上 确实古往近来地球上死过那么多的人 那到处都是坟地其实很正常 加上几乎每个学校早年都会有学生意外离世 许多校园恐怖传说 就流传开来 今天的第二个事件 叫虎台中学白雪亭事件 在辽宁府顺下辖的东周区老虎台矿区 有这样一座荒废已久的中学 在东北随着煤矿产业的衰落而消失的小镇和学校 其实有很多 那么虎台中学为什么突然在互联网上出圈了呢 相传事情发生于1997年 彼时白雪亭还是一个初二的女生 平时里就像我们学生时代班里那种 什么都不突出 什么都很平常的女孩一样 从来不是班级中的焦点 一次假期过后已经快到放学时分了 结伴出去上厕所的几名同学 在二楼转角处突然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班里的学生们一拥而上 却赫然发现已经吊死在二楼厕所门口的白雪亭 在此前同学们和老师已经发现白雪亭生活中有异样 他莫名的情绪低落 还同同学们发生了小小的争执 家长也发现他最近有些异常 可没有人进一步关心他 问问你最近怎么了 学生们见白雪亭死状如此凄惨 吓得惊声尖叫一哄而散 老师们费了好大劲才稳住混乱的局面 校方得知此事后很快就给学生以某种名义都放假了 遣散回家 随即警方对此事进行调查 很快将事情调查的真相打败 坊间流传的说法说 白雪亭武仪长假和几个同学去某个娱乐场所游玩 被几个小混混盯上了 小混混们用迷药迷晕并侵犯了他 之后他羞愤自杀了等等 从这之后白雪亭就读的虎台中学开始频发灵异事件 最先有异样的是白雪亭的同学们 女孩们在寝室里时常能听见一个哀怨女声的声音在低声唱着送别 这首歌 爱困 不是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天 哎我怎么没有碧莲呢 这是白雪亭生前最喜欢的歌 送别 他生前就常常在宿舍内哼唱 长亭外 可他死后 摄友们也能经常在宿舍里夜晚听到这个哼唱 就显得非常恐怖了 再后来 同学们夜晚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一个身着校服的女孩在游荡 如果谁看见了她 她就会飞速飘到你的面前用一张看不清五官的模糊面孔 对着你用极尽哀怨的声音诉说着自己的苦难 我好苦长亭外 古道边 这样一来 说自己见过这样场景的同学越来越多 学校也尽力去安抚过 可依旧无济于事 后来过了很久 虎台中学搬迁 校址荒废 就如同大家现在图中看到这样 此事就渐渐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遗忘了等等 只剩下白雪亭的孤魂 有可能还在这座废弃的校园里 游荡着 哀怨着 歌唱着 以上就是民间包括互联网上流传的白雪亭事件 关于真假咱们最后再分析 而让这个传闻声名炸裂的是 知名户外博主小龙 熟悉小龙哥的朋友都知道他喜欢去一些废弃啊 传闻闹鬼的地方探险 那小龙哥还给我充过电啊 感谢2019年6月的一天小龙夜探虎台中学 在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视频中出现了诸如门板动静 东东怪声 女人声音 奇怪叫声 微弱歌声 玻璃破碎等等等等 大家有兴趣可以在B站搜搜看 直到视频的最后高潮来了 小龙哥主动寻找白雪亭 他用手机外放送别 当然还是咱们节目的惯例不放一惊一乍吓人的东西 我就简单大家看看这个所谓的白雪亭现身 诶就是这里 走廊尽头突然出现一个疑似身穿校服的人影 给小龙哥吓得亮亮腔腔 一边骂一边跑 冲了过去 直面恐惧 冲过去之后啊 发现这里是个栅栏门 后面什么都没有 从这之后 俯顺虎台中学白雪亭 就从一个小众的鬼故事 变成了一个人尽皆知 令许多网民一时人心惶惶的著名都市传说 难道在走廊尽头那个影子就是白雪亭 从这一刻起 虎台中学变成了许多探灵博主的打卡圣地 一发不可收拾 大家在B站上随便搜都能搜出一堆 再之后 许多探灵博主都声称在里面遇到过怪异现象 比如这位博主 他在二楼相传白雪亭自杀的那个厕所里探险 诶 恰巧撞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女学生的影子在盯着自己 给他吓得魂飞魄散 也是骂骂咧咧咧咧咧咧的跑出去等等 诶 这个白雪亭怎么和之前小龙哥拍的那个服装不一样呢 难不成他很爱干净还经常换衣服 这里还得插一句小龙哥之后的那些来虎台中学探灵的博主 尤其是拍到白雪亭的真实性村医 因为后来许多人白天进去探险 发现里面有一些鱼线机关之类的东西 还有人撒一些纸钱搞一些所谓的活 这些所谓的白雪亭现身 大家可以当做是整活罢了 那我们来从头分析一下白雪亭事件的真实性 因为如果白雪亭事件它干脆就是假的 那么后面所有的白雪亭现身 那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一些年长的80后观众朋友 可能刚刚就已经听出一些问题了 传说中白雪亭1997年五一长假在娱乐城被侵犯 事实上咱们国家五一成为一个假期 是1999年才开始的 1997年是根本没有所谓的五一长假呀 所以我认为这个故事肯定是之后很多年才产生的 还有一些虎台同学早年的校友证实 虎台中学早年二楼是没有厕所的 现在这个厕所是后建的 如果白雪亭1997年死了 那肯定也不是在这个二楼厕所里死的 所以所谓白雪亭1997年在二楼厕所自杀 后来还有人在二楼厕所里拍到白雪亭 那恐怕是说不过去 最致命的是许多90年代末就读于虎台中学的网友都证实 那段时间虎台中学根本没有叫白雪亭的人 那就更无从谈起白雪亭的校园里自杀这档子事儿 至此咱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了 那就是虎台中学白雪亭事件呢 是假的 极有可能是早年无聊的人编的一个闹鬼的段子 后来经过直播探险将其发扬光大了 许多学校都有这种段子 但是不出名嘛 一直播把它发扬光大 这是讲鬼故事的守旧派和探陵博主们的违心派一次紧密的合作 当然还有网友言辞凿凿 大家看比如这位 声称白雪亭就是真实存在的 是自己的学姐 自己当年初二 白雪亭初三 白雪亭长相一般身材微胖一米六六左右 平时性格孤僻在食堂吃饭都是自己一个人 而且经常被霸凌被几个女生轮着打 出事后校方封锁消息云云 说的有数据有回忆有鼻子有眼 让不少人又开始相信白雪亭的故事真实存在 然而下面老校友一句话就给噎回去了 虎台中学没有食堂 那没事 不得不说人们的心理作用还是很大的 比如这位网友就声称看了小龙哥直播后 特意戴耳机听那段白雪亭的唱歌声 结果第二天去海底捞 在卫生间换听了听到了同样的歌声 回去之后大病一场等等 其实这和咱们前面讲探灵所谓的看到白雪亭一样 当我们知道白雪亭它压根不存在之后 那这些就没什么可怕了 这都是心理作用了 由此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节目里刚才亲自演唱送别这首歌了吧 就是怕大家听了所谓的原声产生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只能委屈自己了亲自演唱 今天关于辽宁府顺的两个传说讲完了 谢谢大家 我是邓肯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